Hello,大家好,我是桂云 今天呢,帮大家定制的珍珠回来了 这次呢,主要是以澳北和南洋金珠为主 澳北呢,比较多一点 我带的这一套呢,就是澳北 这个吊锥的珠子呢,应该是12家的珠子 不到13 耳环应该是10到11的 戒指也是差不多10到11的 这三个不是一个人的哈 这是王丽的 他做了耳环吊锥都做了 应该就擦一个戒指了 这样就配齐了 这个吊锥呢,是广东的一位美女的 耳环,谁都忘了 这是一套 我带的这个配的这个链子呢 是属于肖帮链 我们家的这个链子呢,可以调节 这样拽一下呢,就长了 因为我想当缩骨链的 所以呢,我就不想要那么长 我带的这个位置应该在15到16寸之间 这是这个长短 链子可以调节 如果说我们想穿厚点衣服呢 就长一点,也可以就调长一点 这个链子肖帮链可以配 珍珠肥碎都OK的,没有问题的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都有哪些 其实这次做了两对Aquia的柱子 这是新疆的一位美女 我们大连的也有一位美女做好了 她做的是开黄 今天早上一大早就拿走了 这个是奥白的柱子 我刚才带的二环是这个 它这个圈要大一点 它这个圈稍微小一点 这个黄柱子呢 其实这次的款以前全做过 这是Aquia的柱子做的 这是我们家新疆的一位美女 她在那个钻柜试的 试完了以后我帮她定制的 这个小圈加一点点钻 效果就好得多 这个很好看的 平时佩戴也可以 她这个猪都是8.5的 8到8.5的 但是我现在手里没有货 我现在手里的货就是7.5到8的 像这一款呢 就是比较年轻的美女 喜欢这种简单的 想上面加一个简单的扣头 这个扣头今天我看了 470一个扣头 这猪物品质非常好 清冷光的 猪子品质都没得说 这猪物品质超好 做的工艺也是非常好 为什么后面给它包上这样 不是不贴身吗 这样不贴身 夏天除害也无所谓 随便的 这些款都是 这个款今年做了英多 这是用的K黄做的 大家发不发现 我们家合肥的 安徽老乡和肥的美女做的 她做的是K黄 其实K黄也不丑 这款也很好看 三个花瓣 我们家好多客户美女 以前做过这个戒指 这是这个大的耳圈 和这个耳圈 基本上 镶嵌的款式差不多 这个是牌销的 这个是爪销的 这个镶嵌又规的多 这一副耳环呢 是个蝴蝶结 这个蝴蝶结 以前我们家郑小姐 第一次找我做 应该做的就是这一款 刚才带的是奥白 现在带的就是一套 黄色的珍珠 黄色珍珠呢 也叫南洋金珠 南洋金珠的颗粒呢 基本上都是10毫米以上的 都比较偏大 日本珍珠呢 它基本上都偏小 好多人找我有 贵呢 我想要增多环 12个点位的 增多环最大就是9.5 和天女一样 天女也是最大 就是9.5这个点位 属于迷迷型的 小型的珠子 像比较大的珠子呢 奥白啦 南洋啦 大西地啦 它们珠子偏大 这点大家都知道了 一定要记住 珍珠这一块呢 其实知识还是比较简单的 那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 下午都给你们发走 明后天你们都收到了 拜拜 明天见